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要继续给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 然后跟我们的小朋友呢 一起来制作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耳环 那在他这个套装当中呢 是在上期的视频当中已经给我们的小朋友呢介绍过的 它是一个自己可以DIY水工具做出来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装饰品啊 小的耳环啊 小的各种各样的小工具啊等等呢 这样的一个这个颜料 它冷却或者是凝固的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固体 也是非常的有趣 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我觉得用给我们这个耳环的话呢 是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装饰 还有它的图案进行一个选择都是非常的不错哦 或者我们是可以在这边呢 给它进行一个稍微的进行一个这个整理 那我们这边呢是在两边都给它进行一个整理 现在我们是准备了三个颜色 三个颜色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这边呢是从紫色的开始 在这边呢稍微的给它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是要旋转我们这整个这个小棍子 会让它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弧形在上面 非常的棒 做出来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下面 再继续给它进行一个旋转 以同样的手法做出我们第二个这样的小的花纹 在中间的话呢 从给它加一些我们的绿色的绿色的这样的小花纹在里面 感觉呢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要让它完全的定型的话呢 还是要再等一会儿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直接是给它进行一个等待 让它完全的冷却 冷却了之后的话呢就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边的话呢 颜色是给它填的非常的不错 那我想在上面呢 去给它做出一些小的珍珠的一个形状 也是需要用到就是之前给它制作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颜料 颜料的选择的话呢 是跟之前一样 在上面是用的另外的一个这个颜料头 颜料的这个刷头 这样的话呢 刷出来的颜色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从这边呢再给它进行一个甜色 填图 在下面呢也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 在上面 这样的话呢直接是给它进行一个环绕 就可以做出来它的这个小的小的圆圈 这样的一个小圆圈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有趣 小圆圈非常的好做 直接是把它放到这边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把它进行一个晾干 晾干的时间大概是要五个小时左右 才可以把它完全的晾干 晾干了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个装饰 那我们这边呢是可以再给它放上一个绿色的 稍微的给它放到旁边 在这样的绿色的是可以设计出来它这种尖尖的角 这样的话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酷 好了 那现在呢我们是要把它进行一个完全的晾干 晾干的话呢大概是要 这些比较小的话大概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现在是两个小时都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取下来 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慢慢的把它从我们这个线条上给它取下来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这个呢也是这样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把第四个小时准备熟的 现在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等待,在我们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是可以把它这个,这个耳环的小的这个挂件事先给它装上去,在上面呢,还有它的一个小小的工具在上面。 这样的话呢,两边看起来都非常的不错。 我们在上面呢,可以给它打个结。 然后的话呢,这样的话就已经做出来我们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的耳环,旁边就可以把它剪掉。 在两边,可以把它进行一个修剪。 非常非常的酷。 本来呢,我是想在上面放上各种各样的非常多的一个小的这个挂件。 但是好像是放上这样的一个的话呢,就已经显得非常的可爱了。 或者我们是可以用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金属钩去给它放在上面,也是非常的可爱。 我们可以在上面呢,继续放上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的挂件。 那我两个这样的耳环都已经做好啦。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的DIV的手工的色彩在里面。 在这上这个挂件上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小的工具。 我们还可以继续去把它取下来,做成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个相互配套的一个项链。 耳环,戒指,其他的挂件啊,或者是小的配件,挂饰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非常的丰富进行一个组件。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点击去出新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拜拜。 希望你能够玩得愉快咯,拜拜。